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欢迎收看汕头新闻 以下是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昨天下午 市长曾丰宝带队赴城海区莲花山矿区 现场督导我市中央环保督察整改情况 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切实增强做好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坚持问题导向 聚焦短板不足 压实工作责任 全力以赴推进环保督察问题整改 确保高质量完成各项整改任务 保护好绿水青山 曾丰宝一行来到莲花山矿区山顶蓝石坝 废水处理站及山前库坝顶等处检查锥形山修复 蓝石坝上游生态修复及污水处理 渗透液处置等环境综合整治工作情况 现场指出存在问题 并要求城海区和相关部门 要严格对标环保督察的各项要求 强化自查自究 采取针对性措施 边督边改 例行例改 坚决防止敷衍整改 虚假整改 确保每一个问题都整改到位 曾丰宝强调 做好中央环保督察整改工作 是事关生态文明建设 为子孙后代谋福祉的良心工程 要把整改工作与党史学习教育 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结合起来 以实际成效 检验党史学习教育成果 要严格按照环保标准和规范 强化源头管控 加强对山体 养殖场等的环境整治 要坚守百姓情怀 立足长远发展 持续推进污水设施建设管理 规范废水污泥处理处置 做好水质监测等工作 要剖析问题查找源头 下定决心推动整改工作 落地落细落实 确保考核断面真打标 要委托专业机构 针对相关问题进行论证 优化和提升整治措施 建立健全整治长效机制 是领导李昭参加活动 市游泳跳水馆是汕头亚清会的主要比赛场地之一 目前项目建设已进入收尾冲刺阶段 预计六月份具备竣工验收条件 贝壳沃滩 风帆领海 在汕头内海湾南兵路上 是游泳跳水馆改建项目的新造型出展 改建后的游泳跳水馆 由管区 校区 室外场区三个部分组成 占地面积约428亩 其中游泳馆是最主要的比赛场馆 配备有一个符合国际比赛标准的游泳池 以及训练池 场内还安装了1300多个座椅 和大型电子显示屏 更新了照明 广播等设施 我们大垮度的这拱形的寒假 配合了这个天川 既考虑它的节能环保 就是这个建筑的采观 而且也同时考虑了建筑美学 在我们的游泳池的北侧 设置了一个大面的落地 是玻璃幕墙 让观众可以在欣赏比赛的同时 欣赏我们的美丽的内海湾 综合训练馆是体量最大的新建场馆 该馆内部装饰 配套设施等 各项施工任务 以基本安装完毕 综合训练馆我们主要是训练为主 第一部分是一层 一层是包含基建跟举重 然后二层是包含我们的篮球 手球 羽毛球 甚至体操 都可以在我们二层的大平台进行训练 我们这个木地板是采用欧洲风墓 它的主要的特性是弹性好 然后强度高 还有这花纹比较 纹路比较美 很适合运动训练用的 游泳跳水管改建项目呢 除了有室内场馆以外呢 还有不少非常有特色的室外体育项目 比如说橄榄球和攀岩 那么我身后的这个就是攀岩区 这个高16米的攀岩墙 分为速度赛道与难度赛道 那么届时这里也将上演 精彩的速度与激情 室外场区的建设包括足球场 田径场 网球场 篮球场 以及室外跳水池等场地 目前室外场地建设已基本完成 将于6月初具备整体移交条件 管区这一部分呢 就是4号的水球馆 跟6号的综合训练馆 我们这个月底就能够完成 这个保洁移交的工作 然后的1号的跳水馆 3号的游园馆以及5号的平板球训练馆 要到下个月6月15号具备保洁移交 校区这一部分呢 是6月15号移交给这个体校 我们确保能够在6月30号完成竣工验收 今天下午我是组织收看收听 全省普通高考招生考试工作视频调度会 随后召开会议 部署我是2021年高考招生考试宣传工作 是有关领导出席会议并讲话 目前距离高考只有不到两周的时间 会议指出高考是社会关注度高的话题 今年说是实行3加1加2高考改革的第一年 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 从严从实抓好高考各项工作 制定有针对性行之有效的工作方案 加强疫情防控 强化队伍建设和人员管理 依法从严从快 规范处理涉考舆情 确保高考宣传工作规范有力 实现平安高考 会后市领导带队检查了市实验学校考点 实地检查考点保密室监控中心 要求考点周密细致 做好高考组织保障工作 确保高考安全顺利 有序进行 按照广东省教育考试院近日发布的 2021年普通高考防疫注意事项 从今天起 我是所有参加高考的考生将实行考前连续14天健康监测 玉淮中学今年将有一千多名学生参加高考 学校从今天开始对参加高考的学生开展考前14天健康监测 今年的防疫是我们是在考前14天 所有考生只有按班级为单位 建立班级的上报体系 第一次上报是由个体主义上报的 那后面13天 如果没有异常情况的话 是可以帮助人来代为上报 除了在校门口设置测温椅 对进校学习开展例行测温之外 玉淮中学还以班级为单位 每天安排医务人员对各班学生进行测温 并对学生健康状况进行登记 再统一由学校汇总集中申报 严格落实好健康监测工作 先考老师现在是进行这个摩擦 先摩擦这个打疫苗的情况 尽快他们去进行打疫苗 如果是没有打疫苗的话 我们也有进行卫生的监控 今年五十高考报考人数近五万人 所有考生需通过广东省教育考试院 微信公众号 每日申报个人健康情况和行动轨迹 进行健康监测 确保平安高考 接种新冠疫苗是预防和控制新冠肺炎疫情的有效手段 近期国内出现零星散发疫情之后 不少市民积极主动预约接种新冠疫苗 不少接种点的疫苗预约都被秒杀 今天下午 记者在京平区人民医院的新冠疫苗接种现场看到 前来接种疫苗的有二十多岁的年轻人 也有四五十岁的中年人 其中大多数市民都是通过个人预约前来的 最近一段时间 京平区人民医院每天的疫苗接种人数都达到饱和状态 单日最高接种量达到两千三百多剂次 而我是不少疫苗接种点 每天预约平台开放预约之后 基本都在最短时间内被秒杀 这段时间就是由于我们省里边有一些零星的疫情 所以我们现在民众的接种的疫苗越来越强 今天放的那个号 一下子就秒关了 记者同事卫健部门了解到 截至5月24日12时 全市接种新冠疫苗累计达到八十六万剂次 近一周来 单日最高接种量达七点三万剂次 呼吁我们广大民众在身体求健养允许的情况下 尽快建立一个免疫屏障 对自己一个保护 对群众也一个保护 我觉得国家可以让我们免费预约打疫苗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情 受切变线和弱冷空气影响 今天下午市区天空突然乌云密布 我是多地迎来降水过程 下午 汕头气象台一度发布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 降水为延延夏日带来一丝清凉 也让九旱的大地得到雨水浸润 但同时市民外出也要注意防范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的影响 连续多日的高温暴晒天气可以说是让我们酷热难耐 那么今天这种天气是迎来了一个大的转变 那么此时我们可以看到天空可以说是风起云涌乌云盖顶 一场暴雨正在酝酿当中 今天我是各地均迎来不同程度的降水 据汕头气象台统计 今天8点至17点 全市52个观测站平均雨量8毫米 其中潮南峡山观测站路德全市最高降雨量达到38毫米 这几天觉得很热 现在感觉两手两点对 感觉下点雨还是挺舒服的 现在下雨雨可以缓解一样农民的种地干旱的情况 市气象部门预计 未来两天我是储复热带高压边缘不稳定区域 有雷震雨局部大雨 市民需注意防御短时强降水 雷电短时大风等强被流天气 而午后最高气温将达到34度左右 体感闷热 市民户外活动请注意防暑防晒 前天下午 河北省苍州市县县发生一起 五名女童不幸溺亡的悲剧 再次敲响了防溺水教育的安全景中 据当地官方通报 这五名女童都是小学生 当天中午在村边坑堂汤水玩 却意外溺水死亡 井中长鸣 我是江河湖海较多 每到暑假总有一些青少年 擅自到河溪玩水 是安河业务救援队 就经常在梅西河边等危险水域 开展宣传活动 对河边玩耍的孩子进行劝阻 近年来 我是各机构以及义工组织 通过开展防溺水宣传竞效员活动 向孩子普及防溺水知识 重点做到六不准 不能私自下水游泳 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不准到无安全设施 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预防溺水悲剧的方式 还有一个好办法 就是教孩子学会游泳 但是会游泳并不代表就是安全的 应该杜绝野泳 那么因为水底的情况你是很难去 能够去预料到 再加上我们如果是在炎热的天气当中 我们水底的温度跟我们路上的温度的差距是比较大 所以如果没有做好热身 游泳的时候你会发生抽筋 各种各样的意外情况 胡慧珍长期在社区基层工作 去年疫情防控期间 他充分发挥领头验作用 带领社区党员干部坚守疫情防控一线 期间还一度待病坚守 以一颗赤诚之心守护社区居民健康 在2020年第三季度广东好人评选中 胡慧珍光荣上榜 近日记者在金平区小公园街道 丽安社区见到了胡慧珍 他来丽安社区工作不久 各项工作正在铺开 去年疫情来袭时 胡慧珍还在小公园街道 浮明社区上班 对于当时的紧张情况 大家记忆犹新 2020年除夕 胡慧珍接到疫情防控任务 紧急返港或速组织社区抗疫工作 浮明社区地处老市区 外来人口 残疾人和低保护多 时任社区党支部书记的胡慧珍 面对5000多人的社区 带领社区党员干部 做好人员 追踪管理 开展健康宣教 严守防疫卡口 在防疫最繁忙时期 他每天要打上百个电话 爬二三十条楼梯 走访一百多户居民 做到不漏一户 不少亿人 然后他每天都是 经手到最后一个 离开这个岗位的 在他身上我们看到了 一个共产党员的 新风模缝作用 胡慧珍把社区当成家 社区防控工作 自然是像家事一样 2020年2月的一个晚上 在接送隔离对象到观察点后 胡慧珍因劳累过度 突发心机劳损 晕倒在社区值班室 每天晚上我可能得 最起码得一点多才到家吧 那个时候也都忘记时间了 作为基层团员就得忘我的工作 如果你想发财 想办公就别想在机委呆 如果你想变名立名 怎么帮助民 就可以在机委呆 我们从胡书记身上学到的 就是说反正能做到的 尽量去帮助社区的居民 近期龙湖区正企之通车工作专班 接到个体户萧先生 关于解决融资贷款问题的诉求 萧先生所经营的红木馆 受疫情影响 急要一笔贷款 来作为采购红木的周转资金 工作专班迅速联系 汕头龙湖长江村镇银行 为萧先生解决困难 汕头龙湖长江镇村银行 迅速与萧先生对接 在萧先生无抵押 无担保融资的情况下 为他提供了新型贷 农户信用贷款 并在一周之内发放贷款 正企之通车找到 我们龙湖长江村镇银行 希望并鼓励我们 加大对小微企业 及个体户的信贷支持力度 先调查该客户符合我们 我们行新型贷 农户信用贷款的准入条件 随即我们给予 萧先生小额信用贷款20万元 近日由中国健康促进 与教育协会主办的 医药保政策三医对话 系列学术活动在汕头举行 汐保和卫生政策专家 围绕建立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 汐保支付方式改革创新等话题 与汕潮街三市医保局工作人员 其部分医院医护人员进行探讨 并学习广州上海佛山等地的试点实践经验 去年我是被国家医保局 确定为医保点数法总额预算 和按病种分值付费试点程式 目前我是以制定方案 着手开展医保支付方式改革 这将进一步推动医疗医保医药三医联动改革 让医改成果更好汇集群众 也为全国医保支付制度的改革创新 做出新的尝试 这DIP嘛 其实要是用通俗的这个白话解释一下 就是把各种疾病 各种操作 用相对合理的这个分数 给它平均标定 变化的是 医院提供了更合理的治疗 大家是有合理的这个诊断 合理的治疗 合理的药品 有些过度的现象 得到这个有效的遏制 为进一步提升文明创建工作水平 5月23号至24号 市创建文明城市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组织稻朝南区景都镇 对村居环境整治 卫生保洁 交通秩序等方面 开展暗访督察 督察发现 景都镇一农贸市场周边 搭设了很多帐篷 并用编织布圈围起来 正在售卖果蔬 附近垃圾桶满溢 并有袋桩垃圾落地 村道两旁有铁皮遮挡物 老旧破裂 影响美观 且存在安全隐患 在神山社区 景田公路上有流动摊档 散落烂菜叶等垃圾 路边堆放杂物 步道旁乱调化衣物 上南市场内 有不少摊档 将货品摆出划定经营区域售卖 通道地面污水横流 随处可见杂物堆放 市场外有车辆停放 在上南社区 家童幼儿园附近 有鱼池水面漂浮塑料泡沫等垃圾 水体污浊发臭 生长青苔浮贫 附近宣传栏内容 陈旧褪色 未及时更新 景都神山学校门口 水池水体较为清澈干净 村道较为整洁 平湖东村健身公园附近 环境卫生保洁情况较好 未见垃圾落地 督察也发现在该镇许多主要村道上 路边建筑材料占到堆放的现象较为常见 督察组指出 针对发现的问题 属地及有关职能部门要高度重视 快速落实整改 强化村居环境卫生秩序的巡查管理 落实落细有效整改措施 提高市民群众的生活质量 提升城市文明形象 记者从郝江区获悉 从今天起至今年12月份 郝江区将实施三提升四整治专项行动 具体包括 港舰引领基层治理水平 矛盾纠纷化解水平 安全生产水平三项提升行动 和社会治安晚级 校园安全隐患 涉土违法问题 道路交通环境秩序四项整治行动 通过三提升四整治 以点代面规范社会运行秩序 提升社会治理现代化水平 记者从市民政局市住建局 近日举办的有关业务培训活动上了解道 我是即将出台市政基础设施工程 施工图设计文件 与地名标准化挂钩联动的新规范 这一新规范要求全市各类市政交通 旅游设施标志牌 标准地名的专名和通名 必须一律采用规范汉字 并用汉语拼音字母进行拼写 这标志着我市地名标准化规范化建设 迈上新台阶 培训活动引导各单位了解相关规范 审查范围 审查内容等 好 观众朋友 今天的汕头新闻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获取更多新闻资讯 请您关注汕头新闻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我们明晚同一时间再见 字幕平台 李宗盛